4月20日的快活谷賽事會在斯蘭舉行 天文台預測4月3日少許雨 不過我想這個場地的狀況都是好地來的 不會好字念 先和大家看看第一場吧 頭場賽事5班18米 這場馬步速我見到就是華美復升 升出魅力和總統之星 這些是正常的步驟 但一定不會很快 先買一鋪成名 以前16米差不多 但為何上一場跑到2200米 越拉越長 下班之後是好處的 但上一場真的硬拉上去跑 而且反而是一堆近 不算突出 但至少肯走 我沒有放到貼士上 但用馬雅會有分頭 我始終嫌他跑1650米比較好 他有能力有班 好很多 我怕還要輸多一場 我放了一隻世紀之威 也沒有放到他 但第五六選來的馬 四重賽的話 要考慮 如果是投注四重賽的話 二個馬赤子紅心 馬防殺手 他跑1800米 現在看到他下線辦望族 Hollywoman Emperor 一定是跑長一點 但他來到香港之後 我不覺得很突出的表現 只有一兩場最近一點 但現在下班了 沒有配備轉變 沒有配備轉變 雖然他排一檔 但應該要再證明多少少給我看 跟一鋪成名一樣 我覺得 應該這麼說 他跟聖出美歷 世紀之威一樣 12號和9號和11號一樣 如果投注四重賽的話 兼顧 不會是馬膽來的 Q也未必能拖到他的馬 但沒有四重賽不拖的馬 龍城外將 Prosher的兒子 4歲 來到香港跑了7場 未得過 4月3號 都輸得幾軟下 13名 這隻馬 今次又增程 洛斑 增程 減3分的馬 看他的操練 不太像樣子 暫時還未很上力 我覺得要給他一點時間 燒肉馬 馬主升輝 我上次有選他的正選 因為我說 這隻馬 根本很超班 根本做了事情 之前 不要看那部集 這課集已經試得很好 而這課 在大陸上輸給勝二龍 回來跑第二名 缺乏前速 沒斷 稍為追近 其實這隻馬 跑平分 跑千八很好 跑泥地最適合 但上一場回來 不是輸很遠 電訊斑跑 行運飛彈 行運飛彈上班了 原份就跑五班 但他回來輸得不太遠 越追越近 如果跑好一點 可能有位置 這次 吸收了上市經驗 但用了一場 力 贏就應該不到他 但是 我想他的位置 或者 賠率方面 有些冷門的分頭 所以我拖回Q 五馬東方繁華 Modern Ready 下線馬 Rock of Gibraltar 這些馬 應該跑長一點 1600-1800 但是在Newcastle 贏長1200 然後 你看回香港 又不是 集中跑短途 1650 也不到 血統方面 就是中長套馬 但這裏是1200-1600 血統就是告訴我 是中長套馬 這隻會不會是型男 會不會是曾情特 我覺得比較難 近況是一般 和嚴長 六號馬 華美福星 就是沒有捕捉的情況下 他就可以在前面賺 上一場 他就在前面賺到暈 但回來真的不多 上一場沒辦法 捱不到尾 因為外面的威力飛馳 每天都嚴長 他就是一筆均速在前面捱 但是他狀態沒有之前那麼銳 用巴度 我覺得不夠用年輕人的減磅 減磅那麼好 我玩不到在頭五選 我覺得他純粹要靠賺 評分不算很有優勢 最多四龍彩拖票 因為他前次可能賺到尾 七號馬 金剛複星 跑1800 當然沒問題 Sweet Orange 甜橙 他贏了1650 他贏了20米 贏完之後 上場爆了到尾 因為很慢捕捉 外檔 回來後 都蝕到暈 你看看他 追得很厲害 根本的狀態 仍然在一個很好的水平 排了七檔 唯一一樣 1600好像比1800 只是擔心這件事 但看血統方面 跑這個路程完全沒問題 班方面 他好像不夠馬主星費 那麼高班 所以我就放到第三選 包含馬緣分 鬥志鮮明 第一件事 潘頓肯騎 另外 你看到他連續五場 他有一場跑第六 但其實他真的很準 草地 很近 前一場跑這個路程 中段踩油 輸給一隻電訊班 有能力的馬 行運飛彈上四班 都鬆開後面的馬 那場馬 可以這麼說 他跑得很厲害 中段走掉你 但就 不夠掉 應該這麼說 1800其實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這次用搬頓 忍著忍著跟你跑 我希望他會進步 真的要進步才能夠贏 但算馬他很好跑 這場馬他跟著好位跑 九個馬勝出美歷 我都說了很久 說了一季幾 這隻是中距離馬 不是短途馬 所以他這場 他其實 退出千萬米的時候 我已經叫大家留意 他跑泥地是厲害的 他之後跑泥地是厲害的 他之後跑泥地是厲害的 最近期 明顯地減夠分 近 開始厲害 但是 兩次都是 中至位置 騎下去不算很厲害 在這組裡 他要進步一點才行 我覺得 他也是可以前置型的馬 如果用周俊樂 我會開心一點 用田太安 我覺得沒有很大的優勢 但算下去 他好像跑過一鋪成名 以及赤子紅心 因為他能夠更前一點 所以放回第四旋 又是邊線 再說一次 在這裏 稍後再說 世紀之威 幾次都有追勢 千六 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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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唯一擔心 1800 會不會縮回來 沒那麼好 但他真的越來越好 排十二檔 他忍著追一段 所以我搏這隻 沒有搏到一號 二號 不過一號 石子紅心 以及這隻 世紀之威 都是那些邊線 四重再一腳 總統之星 這隻馬 壞了 他在上季跑完 跑到這場 跑到這場 贏完之後 他說這隻馬已經沒有分 好像那隻 以前 在 什麼威 以前在羅富船馬房 在五班連續 射了幾場 之後 拘捕了那隻 聖清德 他的衣服 所以這隻馬 明顯地 過了個銳氣 第一 這場我以為跑得回 結果不是 之後都完全跑不回 馬 拘捕了 說一說 我通常都不會選 減兩分或以上的馬 在短期內 減兩分 即是入了減分區 但如果他轉路程 轉馬房 轉班 轉配備 就要考慮一下 這場馬 整場馬 只有兩隻馬加分 另外這三隻 沒有比加減分 其他馬 好像是 平低一點點 看完馬之後 一鋪成名 四龍彩腳 赤子紅心 你猜他行不行 這隻是未證明過的 一鋪成名證明過 所以如果排序方面 我會一鋪成名先 那隻赤子紅心 馬嘴聲輝 位置馬 純粹拖腳 東方繁華 不可以 莫煥美福生 如果投注四龍彩 我怕斯蘭被他捱到回來 金光福生 位置馬 緣分 我覺得他鬥志好鮮明 所以我選他 如果要選馬膽 我會選緣分 腳方面 金光福生 和馬主席 兩匹近方 好一點點 然後再邊線一點 勝出魅力 和世紀智慧 一放一追 然後 我剛才說了 一鋪成名 赤子紅心 和勝出魅力 世紀智慧之恩 選擇 我覺得這兩匹馬 會熱一點 所以我沒有選擇 但是計馬 一鋪成名 是有權爭四龍彩腳的 第二場 41650米 這場馬的步速 我想應該會正常編快 有這隻 長見群英 應該拉不住 看到這場馬 只有一隻馬 加9分 另外一隻加1分 這兩隻馬 一定要選擇 過半數的馬 都減2分 亂局 這隻沒有加減 因為跑完還沒評分 1號馬 這隻飛翠鳳凰 上次濕地 越跑越興奮 始終他濕地 好像泥地 露面感 有一點點懷疑 因為這件事 特別開心 下線是Price 濕地 特階的馬 當然 1650 這隻馬 不是很大 但上次 快時間 越跑越開心 我覺得是濕地 磅到手 服貨 功夫也正正常常 但留意一件事 他季內沒有打答 上季 更好一點 就有打答 而且現在的評分 去到60分 最多是搏他在前面走 慳慳 就能捱到位置 這些馬 要捱的 二號馬 王者驕傲 75分 80分 是80分 季內跑了12場 最厲害跑的是 三個第四名 始終在三班都很近 上場是下班 就是剛剛說前日的事 下班就跑了田祖14米 虧了部速 回來追 拍著紅衣震撼回來 但不算很多 不過在這組度就夠用了 因為他跑1650米 再長一點 會比跑14米 對手差 忍著和他跑一段 可以爭位置 贏得應該難一點 看看他究竟有多少 但來到香港減分 減了很久 我覺得在這組度 要拖的 三號馬 帝豪大師 為何會選擇他行頭 始終他休息過一段時間 看見他的狀態操不起來 本身 去年他會贏馬52分 去到58分都會贏馬 現在去到54分 其實是很著數的 2月後之後不要再跑 但試了量貨集 從化集輸給時時歡呼 騎下去 可以的 之後再看看蒜頭本色的貨集 包尾回來的 但我記得他之前有貨集 去試集還是怎樣 看到他有少許角族興趣 但不是一隻穩膽 因為他這隻馬隨時不肯跑 如果他肯跑 有個角族興趣的時候 他會有權掃掉你的 但因為這場馬 我看不到有什麼馬直撥 又或者穩陣 所以我想著想著 不如放這隻行頭吧 始終旺跡全組最強是他的 純粹看他跑不可以 去最好的水平 不要說最好的水平 跑回八成都夠贏 所以馬房是一手馬配入熱 我就先放他行頭 但不是WINPAY對象 這隻是失準的馬來的 四號馬 三劍俠 你看到來到香港 跑了六場 還未接近 上場好一點 3月23日後 沒有再跑 也沒有試集 功夫都很快 獨步完之後 要停一天 然後再看下去 快跳完 停一停 功夫正常 但狀態好像還未夠 我想還要一點時間 五號馬合夥年代 說了很多次 跑評分 他有一隻四班 50分以下的馬 51分的時候 最多指定第四 上次我好像說指定第四 我馬主跟我爭 你為什麼不選他 我說你那隻馬最多指定第四 結果就是第四名回來 他只有這麼多資料 跑谷草 純粹爆一段都可以 但又是指定第四名 很難入到前三名 香港現在就是跑平分 這隻一般 我覺得 如果跑泥地會好些 但現在跑草地 一路不明白 就是這麼多 我就把第四選 對手差 留住 把一段 就是這麼多 六號馬甲丸 他好像還未操得起 雖然跑了兩場 但兩場表現都不一般 我剛才說 對手差勁 對手差勁 你不能不拖 你看這支功夫 不是很特別 我覺得 始終阿火里士轉出來的馬 都還未得過 位置又有 贏又未得 這隻馬不關古東里士 可能上一手功力太厲害 但怎樣也好 對手不強之下 如果是否能進入第四名 我不敢完全 因為他有頒底 大計近方 減3分 你看 我經常都說 跑同樣路程 但上次黏地 減3分 暫時未得住 七龍馬一鋪到位 初出場後 特別留意他走勢 這隻馬好像有點蠻勁 可以留意一下 連續兩次都輸了田草 看血統方面 跑16米以上 跑長一點 他的兄弟姊妹 他媽媽贏到2,400 兩場表列賽 真的要長一點 要去到2,000米打上 現在1,600米也嚴短的 跑完之後 有火快跳 但功夫還未足夠 力水未足夠 力水未足夠 還要適應力 還差一點 排11當 難跑 馬拉德奧 Dissident 跑這個路程當然好 逐步逐步上 1200至1400 這次是誰騎 這次是周俊樂騎 這次是周俊樂騎 4月3號跑完之後 就沒有再做任何事 一般的 流著來跑 又不夠力 金錢也會散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還要給他一點時間 去學習一下 9月馬創建群影 為何潘頓騎這隻 這麼有趣 120磅 為何會跑這隻 看外國他懂 16米也可以 愛沙尼 16米 純粹地 不是純粹跑短途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快可以 他回到前一場 霍宏星跟他跑 輸給包裝大獎 他軍速回來 完全不夠 美智米說這些跑 跑贏赤之鴻心 盡力之城 盡力之城贏了馬 真敢跑得近 是不是一個強的水準 因為我記得內蘭比較有利 所以我覺得 我會看多一場 我不會 不會 特別建議他 如果投注四龍彩 兼顧一票 因為這場馬 真的沒什麼快馬 他和翡翠鳳凰 在前面讚 潘頓又肯騎 只是這兩樣 但在兩隻馬之間選 我選了翡翠鳳凰 第五選 這隻馬 不敢完全畫死了 但我不覺得是值得 應該是十倍 因為潘頓劇 就是這樣 巡新報 Makebelieve的兒子 來香港跑了四場 還沒足夠 12月5日跑完 沒有再出賽 但有試雜 試了兩貨雜 不是那麼肯走 又推又打 反應不強 看見這些字 都不用想著 還要輸給蒜頭本色 在之前試了一貨 12米雜 騎下去一般 我覺得這隻馬還沒足夠 要減一下分 11號 金絲大將 很簡單 鬥志才明 第二 十二檔也不要緊 那隻盡龍驅 不敢贏 冷門便冷門 只是忍著和你包斷 而這隻馬 1650 好像比1800米 上場1800米 真的蠻地性能 特別厲害 這隻馬 的評分 根本是一隻 55分以上 都可以的馬 但是來到香港 減分減了那麼久 而他的表現真是很飄沸 還有 我不能夠重點提供這隻馬 我知道這隻馬是 十二檔 何明年 你害怕 我知道這隻馬是有評分優勢 狀態也很好 但是 表現 格沙 兼外蕩 還有希斯 所以我放到第三 六號馬 獵狐者威 減分兩分 可以下班 巴道騎 前一場在這路程中 跑過第六名 但是那場馬第六名 你看看 爆谷 總之那場馬是很慢的 爆谷在中段踩右 那場馬是非常慢的 一堆馬近的 第六名 我想要減分才行 好吧 講完馬之後 我就強行選一隻貴侯大師 拼他能夠跑回 但是絕對不是WINPY對象 王者嬌奧和翡翠鳳凰 都明顯地是斑頂馬 但是王者嬌奧還要再證明多一點點 給我看 所以 其他馬這麼差的情況下 田草也跑得這麼好 所以過來谷草增程 我想會進步掛 我玩到Q 今次大盡拖腳 Feed 大外蕩 和後追的一段 都是追的位置 飛翠鳳凰 合火年代 和搶劍群鷹 這幾隻馬 四重踩腳 所以這場馬不多廢話了 又是難搞的 因為 沒有一隻前置型的馬 肯定會快一點點的步速 我怕會有馬 在中段踩右 而我猜是這隻底豪大師 我就搶他 跑得回來 第三場 三班千二米 這場馬的步速 我看完排位之後 想三星好運會不會去放呢 如果三星好運不放的時候 如果過河競出 豈不是很差 我這樣想 就是這樣 一行馬 兩岸高飛 初出那場 我覺得他很嚴短 但新鮮感搭夠 贏完馬之後 還未接近 增程又不行 縮下去又不行 其實他應該是千四千六馬 甚至更長 我記得他在外地 在外地是贏中距離 是千六米的 Begas 本身這隻馬都不厲害 明顯是 David Price 那些賺錢的東西 你看到他 3月17日最想起的那次試襲 沒什麼特別 認真騎 一般 但是對手這麼差 而且他初出跑千二米又贏過 你不能不拖 但是四重彩腳 二號馬高耀智星 現在去到70分 尷尬一點 他最高評分的時候 有多少 73分上名 那時候很厲害 上季就回 一路回 去到今個年 落到四班 就行了 去到64分 就贏了馬六 上次黏地 就輸了 但是上次他前一次 贏馬 贏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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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高耀智星能不能夠跑回那場 馬雅跑的那場 現在跟霍宏 升哥會跑低一點 雖然他幫他贏過馬 但是感覺上 只是限於拖腳 他平分上本身已經有少少吃力了 還要用升哥 那就更加難贏 但是位置可以爭的 三個馬是南昌之歌 排了一代用巴道 這隻馬 減兩分 本身是不應該選擇的 我經常都說 如果 如果 紅情 跑回同一個路程 減兩分的馬 通常是不應該選擇的 但是這組馬 加分的是 三生好運上班 另外有三隻馬 減兩分 這組馬是亂局 而且馬房很明顯有馬配合而來 貴內在68分 填草 現在還低於當時贏馬的分數 之後就跑了兩個第四個第五名 溫速了一點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健康 但是三月二號之後 沒有再跑 什麼事 三月二號之後沒有再跑 最近的試貨集又更厲害 中段透出大勝二回 時間是快的 明顯地有生氣 明顯地穀了 所以 我覺得 他在這組中 應該有六七倍 可以賭WINP 一檔可以很賺 四號馬 風勝多彩 剛才藍莊之哥的稿貨集 不給大家看 我通常都節省時間 你要看自己看 風勝多彩 看看外國外地的表現 高雲度 勝1,400米 鄧多克 膠沙地 表列賽 Cityway Snaffos 75分 這隻72分 Lewa Fight 這隻是莫馬地 Snaffos 還未適應 反而第三名 Marcus Pernam 在外國 只有贏了兩場 還贏了三級賽 那三級賽 還贏了一級賽的對手 對著連獎馬 都贏了 所以這一場是不差的 但他跑過第八名回來 就不是太厲害了 再計算 他最近的試集輸給起步 都不肯走 只是一般 而且 你看到他來到香港 試得一貨集 我覺得他是初起 特別和你看看走勢 因為我記憶之中 這隻馬要留意他進度 他排了一個二檔 這隻 超越名區 前面起步 步速不算很快 中段OK 然後你看到他 有少許躲起來 躲起來 有少許含速地跑 其實我怕這件事 他會不會有新鮮感 之後跑得好 我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他一鬆鬆 都算肯走 但接著就捉緊了 好像是 似好非好 那樣 步步明顯地不夠力 但他又不是輸很遠 如小他又不停 這隻馬可能遲些會有些用 但現在我覺得是力水初起 沒有眼部配備 只是純粹磅力 我覺得狀態不夠 但如果投注四榮彩 玩一票 對手太差了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是 有權偷倒來計算的 為止馬 贏就應該比較難 五號馬 騰龍區 沒有了評分優勢 跟奧龍區一樣 上一班 最厲害的排第二名 之後連續兩次 留得厚 就是追不及 但其實跟前也好 這場馬頭的第二名 都是賺完萬步速才行 你看看 輸給旋風飛映 他賺完萬步速 但是旋風飛映也贏了他 你看看他之前 他的四班 時間和姿態都不算很突出 所以上一班 他不是以前那隻 在鵰魚道的時候 他能夠跟前一點 跑的好處 但現在比較留後 鬥志很鮮明 但排九檔要留後跑 我怕他不夠人爆 我拚他不在這 六號馬 過何競出 我選他純粹是一個原因 前一場仙二米竟然可以放到 我經常說 這場仙二米比較好 但為何仙二米那麼厲害 前一場仙二米是怎樣 這場仙二米算是OK的 他贏了歐洲道德和俊臣 很明顯是靠濕地 還有四班馬 三班不夠跑 但是這組馬 沒有前置馬 他會賺光 就是這樣 所以放回第四選 我放了他 都沒有放一隻 騰龍驅和風承多彩 因為他前置 這兩隻要後追 這隻馬 有權偷雞 偷雞 偷雞是位置 三班 七號馬快博 仍然記得初出那場是厲害的 跑過第三名 但只有一路都不行 試襲試得不錯 在重化試襲 試得不頑皮 輕鬆肯走 這隻馬 能力方面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但初出那場真的吸引 慢步速之後追得厲害 這場馬又是類似的東西 用潘頓跑高一點 但又是後追 4、5、7 4、5、6、7 我選一隻前置馬 這四隻馬 我覺得不太可靠的馬 爆馬 三星好運 雖然贏了馬 但上一班 沒什麼優勝 上場是黏地贏 他是濕地 厲害的馬 他之前在四班 都是差位置 所以他這隻馬 經常都接近 但沒有打搭 歸內 上季有 上季連續跑得很好 但是他今年是沒有打搭的 這隻馬 不知為什麼 用完一場力之後 要回一回 排三檔 每好跑 鬥志都鮮明 但都是同一類 4、5、6、7、8 你這隻可以前一點 只是這樣解釋 我不想多廢話 這場馬 我覺得三重賽是很混亂 因為很難選重心 九個馬 自力更生 他跑這場 4、28這場 我已經說 這隻馬 有點用 所以到這場跑直路賽 我也有選到他 看到4月6號 這場跑1000米 輸給非凡 輸給狀元 及帝 回到來的魚勢不算頑 裡面的賺光 他會蝕 看 越追越勁 一隻馬 很細細粒粒 但有些蠻勁 蠻肯走的馬 Shames Award 可以跑長一點 12米 拉長到200米 比較適合跑 我排二檔 跟著三、四位 這隻馬 有權偷雞 贏了你 獸王馬 中江二膽 我覺得上一場 人氣我取之下 跑了第 前一場 黏地 人氣我取之下 跑了第3名 六檔 他在前面 都放棄了前段 但別入了直路 在內蘭 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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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來了 正正經的減分 很明顯減分 但這場不生性 三歲馬 上次12檔 輸了 今次60分 認真點 減多分 或減多兩分 下跌下捐下捐下捐殺 便利上捐下捐殺 判斤 深迫和 第三選擇是高耀智星,又說要拼得拼得回 有很多馬都要拼得回,藍莊之歌也要拼得回 讓外高飛,初出是可以的,這場馬沒什麼補足之下追不得到呢? 這隻不知有多少,豐盛多彩,初次綁力,初出,齊斑,是難的 但感覺上這隻馬的級數是有的,那場馬的級數是不差的 所以看他跑得如何,但明顯還沒足夠 騰龍區沒什麼評分優勢,又不敢不拖 國俄競爵,只有他在前面走,所以不能不拖回 快博,好很多,又是不能不拖,三生好運 排了三檔上班,但可以賺 所以算來算去,好多腳,不如一注吧,希望有六倍 藍莊之歌,WinPay算吧,想贏錢而已,不是有難度分 所以簡單一點,藍莊之歌,我覺得這隻馬回來了 我會建議賭WinPay的 第四場,四班千二米,這場馬的步速會快 很大,有一隻玉柱林峰,我覺得會正常偏快 一號馬的極速賓時先,肯定有斑,肯定有能力 超容易的,但跑來的其實比較好 雖然他最初跑來的輸了,但那場馬是太猴 但你再看他,其實在田草的級數 他只是一隻四班位置馬,不超班 上一次排了一個十二檔,回來後 都可以跟著前置,排了一個新威力 拍著一隻喜悦精靈,但喜悦精靈也是一隻四班位置馬 所以你可以當他四班位置合理的馬 但排了八檔,外檔,第一 第二,步速未必會扯得一兩隻馬快 我怕他走三碟 位置馬,第三選,沒什麼懸念 但只限於拖腳,上場的時間不算 很漂亮,他要進步一點點,才有權入到Q 還有志在,評分,我覺得真的好像有點吃力 他前一場贏馬,贏得漂亮,贏得厲害 但他真的沒有打踏,轉了馬房之後很飄忽 上次是戰鬥英雄,好像之後是贏馬 2月16日,應該是之後贏馬 那場馬其實是出色的 出色的頭馬,時間快的,但在前面 回來是OK的 但之後再出呢,是一般的 可能因為外檔關係,但他贏馬 跑田了也可以 再看下去了 學課,蔡明紹和他摸過,摸過兩課 那是蔡明紹和他摸過,有蔡明紹和不騎 對吧,對蔡明紹和不騎 不可以看下去 蔡明紹 停賽,蔡明紹和停賽 就沒了,就是沒騎 畢害十當 潘明輝全場,外面有 算馬,邊線野,只要四重彩腳 三号码,健康心灵,我和马帆谈了几句,他和我说,我特别留意一下,这段片 我特别留意一下,追上来,最近镜头的一只,追上来好,预势很好,所以说增程跑1200米,会好 试杂很明显是泥地好一点,觉得这只马是泥地马,Trooting to win 还有记住,Trooting to win这个种类很有趣,四岁特佳,四岁后特佳,三岁特佳 三岁特佳的马不算很多,上场马就当留后肯追,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夫 加了个面箍,我没有放到贴士里的,因为我觉得它还未够 但是呢,我硬要解决一只大巡威,下去第五寸,我特别不放这只健康心灵,在贴士里的 因为我通常收贴士里的,所以这只马,我觉得四龙彩特别 用口讲,品提给大家,马反说可以的,进度上可以的 阿诚哥叫的,阿诚哥明显地有马配合而来的,这只马,四龙彩一定要拖 马上王,Burgundy的儿子,是纽西兰马来的,见到他就... 3月11日在重发市的货集,骑得很紧要,时间不快 也输给五班马名与千山,就是这样,已经深合了我想说的东西 暂时还未得住的,五号马对行之星,排上一档 我只是唯一担心这件事,但是我连续几场都选择了 赚马房之后都有选择,但是前一场真的失望了 连续两场都失望了,想着,唉... 排上菊草,1200米会不会嫌短的 结果,时间不算快之下,他都肯追过了童快联盟 追过了一只董大,在四班里够用了 但是这次排了一个外档,更加外档,留得更加厚 我怕他追不及了斯兰 Q没得不拖,但只是限于拖脚,不要做胆的 这些马,稀威心来的 六号马之外,刑购,跑1000米比1200米 这只马肯定的,以前一向都是赢1000米的 但是1200米,原来跑了一次 这么有趣的,再看一次 1200米这么久以来,跑了两次 不可以的,然后跑了1000米 不知道是不是舍因建议他增情还是怎样的 但是呢,这次是加里跑的 那只马fit 就是全组最fit的那只 去到季中后期阶段,跑了fit字而已 还要排一档,出来后手段二三位 博舌位置,甚至自己放也行 这只马,对手太差了 所以,好像《南章之歌》那样,一档 我迫着选择,这些马 对手减不下的情况下 我就找他走投 而且可以考虑一下winplay 可以考虑一下 但不是重心winplay对象 七楼马 神兴英雄,contributor的儿子 应该要跑得长一点 未完全成熟了 但已经来到4岁了 上场开始近一点 但近而没什么威胁 始终苏保罗马房的马 来得慢一点 给他一些时间 我觉得暂时还未够 白鹅马,玉树林峰 之前都说过 留意尽度的老友 看见他2月6号 考完之后,最近试了货集 试了两货集都会赢 这次来地集,特别留意 看这只马 不是看他的走势 而是看他如势 以前是够快 但很快停的 因为中华很棒 万里飞至四班顶马 这货集 都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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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也跟马主说 其中一个团理成员 或是经理 马好 继续好 回到来 信心之算 进神 幅朵朵朵 最主要是看他如势 可不可以 起码不停 就是这样 周俊乐 减3磅 六档都可以走 希望可以赚到位置 但是他要靠赚 要捱 他应该比1200米好 但是 等他跑来地 可能要给他一些时间 这个马房今年是严的 全组马,只有一只马加6分 你说有多厉害 9个马消灭 是新能Bullpoint的儿子 不是很厉害 上场 虽然输两个马 但回到来 不算很特别 你看 一堆马在前面 但是 前置 那天是李前置 和李内兰 在内兰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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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不算很特别 如势也不是很强 我想要先减分 適应一下 尊臣 平均很有优势 但排12档 之前有一次包尾尚田太安 这次紧紧输 没办法 因为他千严是严短 1650米现在严长 操练安排 我也不知道他想如何 一只很便宜 已经赔了半 但是 排12档你选不到他 如果不是12档 我选定他 马很合适 在这组里算是合适的 因为12档我选不到他 我肯定选了另一只 但是四龙彩 Mati一定要拖我 但是只限于拖脚 純粹因为12档 除非他今次这么醒目 能够起步之后 出前就拍着玉树林峰 开始迫他 就守住他三四位 如果不是应该是难一点的 留后追我经追不迟 但对手不强 手和马封增 我特别想说一说 他前一场跑到第四名 已经跑到一绝了 都赢不到位置 那场马输给《战斗英雄》 《月球》和《量化宽藤》 《月球》之后再赢马 他跑完《月晋之计》 不算很特别 那场马是 我只给了148 我还给了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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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有点点觉得 他真的不太好 第一 他排二档要靠赚 近方是OK的 但上一场又失望一点 而且今场马121磅 潘顿肯跑 但我认为 只有7倍 所以我会偏烈 我就不选择他 投资四龙彩 也不能不拖马 记住 我会这样说 我会分开WinPay对象 马胆 Q脚 三龙彩 四龙彩 这些是四龙彩有机会的 我会说四龙彩 要兼顾 四龙彩不是买单食 是买范围 你可以省住马 但不要省住数 但巡威 我肯定选择他 因为他能够跟前一点 上场跑过第四名 完全没有威胁 再看之前 跪来 跟前回来 就可以捱到位置 今次就 强配莫雷拉 我拼在前面赚 守住他三四位赚 因为这场马没什么 报处的 不是很多马 看完马之后 逆速贩持脚 晋休持座 最多四龙彩脚 健康心灵 四龙彩脚 对方智星 外档 和晋神一样 两只马都是fit 有能力的 但排了外档 我只能够选一只 所以选一只 对方智星 我不会选两只 超牙认构一档 可以好赚 所以我找他走投 但很难赢 我不建议winplay 玉雪林峰要捱的 四龙彩脚 峰增 真的要捱 但捱下去 应该不够 是超牙认构跑的 晋神 刚才说了 在对行之星和他之间 二选一 我选了 对行之星 大臣威 搏在前面 少少走 捱到位置 这场马 我觉得超牙认构 是比较 fit 和很好跑的马 但贏 要看到时 如何发挥 对行之星 怎样都要选择 因为真的有分 极足贩持位置马 玉雪林峰 大臣威 是搏在前面 所以这一场 我觉得在这一刻 不是一场重点 投注的场合 第五场下四班 一千米的 快马都有 电路七号 看起步 和声音 正常部速 一号马 电路七号 隔沙表现 连续两次 上次可能输黏地 回来就散了 而且它在早段被人烧过 你能看到 烧了一阵 始终和魏多福 回来就早用了 所以回来就散了 整只马 那天地很奇怪 跑完那天 很多马都不行 看看会不会超牙认构和特攻 因为那次是黏地 但是十二档 如果被他放了出来 有权再争 但是边线马 不是重心马 二号马 银河飞马 怎样都会选回他 我常常说 一千好的跑千二米 班顶马 他贵来赢马 这一场 跑第二 我也有提供 他还不中Q 加州一步 我还不中Q 不是这场 加州一步 跑第二 是吧 这场我是不中Q 但我有提供到这只马 因为我不喜欢加州一步 那场马好像是 还是怎样呢 忘了 但怎样都好 我们说这只马 根本是跑Feed字 三班位置马 边线马 但一千米比千二米好 那场马太差了 他贵来初出 赢马 当时56分 比当时还低一点 马主这样 不封城 然后 没什么特别的 长期只是拖脚 他排了个内档 五档以内 跟前少少好位 他就好跑一点 有些马 只要不被人脱开 他爆发力短 只有200米 这些就好跑 那就减分两分 泥地千二米 转过来 谷草跑1000米 可以差 三个马 梦幻人生班 转了马房 上场就跑泥地 在前面 赚了回来 前置 特别来前置 回来 斗赢 有盈有福 电子兄弟 不算很特别 被准天使弹 掉了 四班泥地会好一点 草地以前得过一次 我记得他有一次被人 被告掉了 对不对 我记得他有一次被告掉了 对不对 我记得他有一次被告掉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帮他买过一尺 什么人生 所以 但是 一班 比较特别的马主 对不对 我记得他有一次 他明明 算了 不看了 某个网站不知道什么事 梦幻人生 不是 我记得他有一次 他明明 跑赢了直路赛 然后 就 变成第四名 不是这场 对 应该是这场 太开心了 不好意思 容许我再看一次 明明第一名的中点 但是 阻止了凡哥尔 被人扁了下去 我记得 平分有优势 但是 十一档 难跑 一线便嫌短 应该不够快 减减分 四辆幸运之神 看他起步 始终过来初跑 初跑谷槽 怕他不适应 夜马 但是这次 转了个眼罩 应该会好些 跑直路的时候 都是一般的 不算很特别 可以说是一匹 平分 应该有少少优势 要四岁 四岁才是全熟的 很大只 三二十日之后 没有再跑 雷晨和他摸了货 那货 没有戴眼罩 这只马 只是怕他起步 但是计能力 在这班里应该有差 五毛马 擅传香港 老友 下线 上转的 是奥托 是小超级 浅地 浅地 沥地 讲完了 不太厉害 看到他最新的试集 肯走 放回来 但时间不算很漂亮 观注力还差一点 鬥子很鲜明的马 很明显未够 看到他再前一课集 不然很有精神的课 打下去也不肯走 我认为他需要一些时间,等他跑到泥地 6号码,这是钻色傲场 放出来就散开了 估计今场也是,只有800米力,他会快 赢了欢喜复升,升周之光 我不再再看了 成功升区,成功升区是一只长途马 骑下去肯追,46秒14 这只是万半秒,这一组大概是什么水准 他只有800米力,放得快,但散得快 7号码,用天鹏马防,加利 上场3月9号初出,放不出 我记得有一副习,还是快功夫呢? 是一副习 他留着来跑不差 今次我看到他真的变了 不是再放头了 而他追下去,有点点走势 我抱观望态度 因为一只放进去追,银行飞马和电脑7号 都是班顶马,不能不选 但这只马,我四容彩也会建议拖票 加了个眼罩,如果留得住他又轻松 不排除去追一段仔,评分是有优势的 银行飞马特公,All American 上场,包美追上来,很厉害 上场,圆蓝追上来,差点赢了 上场可以贴蓝追,何铭年 看看他最快是他 最快是他 上场没有花架 完全没有花架 但这次是斯兰 记住在斯兰 来不来追 前一次是因为黏地 排过好档 上场是奈兰 这次是狗档 又是要留着追 够不够快 能不能追得到呢 我有少少懷疑 轻微地怀疑 但我觉得他和靓虾女的机会差不多 如果两只马要选 我在两只马之间选 就选了一只特工 靓虾女,一只很麻烦 因为有一场马 这场马是3 他应该赢的 周俊乐 又是按摩摩 怎会被电路7号走过来 击到我死了 我倒了靓虾女 winplay 有十三倍 他真的按摩摩摩 应该他放的 走去被电路7号放的 但怎样都好 一只平均不太有优势 10号马 这场马应该会被电路7号吸上去 但能不能吸上去 都是边线 3、4重踩脚 10号马 我有少少担心哪件事 会不会是上次因为我湿地而跑得好呢 是担心哪件事 看看他的血统 diffel 不是很健碩的diffel 我常常说 不健碩的diffel 不健碩的 特别看上次 看看他如何跑 上次我也拍了影片来骂 看看这里 只剩一条影片来骂 只剩过分的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 他在味道 他一叫他就不看 不看就抽出来了 根本这么大的位置 不要 但打下去呢 在外面的场地 外面漂亮的女孩 完全不够他追 打下去是有的 越骑越有的 如果不是 选外面呢 他应该最少有第二 甚至贏了 因为奇谱那条线是他的 再看一次 真是奇怪 真是担心了 他在这个位置 明明很好地 这里明明可以要的 如果要这个位置 后面两只码不会有的 别人叫 哇 那这样的位置 看一看吧 他不是的 立刻拼出外面 给了这个位置 可能里面的场地好一点 那别人过来 根本上是 上场真的 是输棋师 他很拼命的 他有打下去 他是想拼命的 但是我觉得 发挥上可以再好一点 这次排了一个六档 用潘顿 潘顿騎 和何宅姚的马 通常都有 好一点的 进步的表现 看看这次 会不会正常的发挥 而正常的场地 也可以 看看上场的表现 在这次 在四班 是真的够贏 是真的够贏的 令才前一场很好 上一场打活圆形 前一场 时间都快 排了一档 守住三四位 和电脑七路回来 比较输 但是跑洋之威应扣 和富高八斗 这场的表现是很棒的 他贴着蓝顺走 很顺利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 贴着蓝顺走 很好 对 贴着蓝走 好像特别是贴蓝走好一点 贴着蓝走 贴着蓝走 这次三档 里面有银河飞马 和快一步 他要守着蓝顺走 而这次他应该不能进去蓝顺走 所以我选不了他 飘忽一点的马 最多四容赛 大赛次选一票 快一步 一匹肯定有评分优势 但是不知何时用 何时用 何时跑出水准 1000米常常严短追不及 12米就爆不起 都是这样的 长期近的马 贴着跑这么多场 一次跑第11名 那场就大外档 包尾追 初出那场就没够 排10档 排外档不好 但排内档 常常都很近 守住好位跑 但是实在太飘忽了 我选不了去 贴士 而贴士 我肯定选回电脑之后 前置 然后 靓虾女 能够跟好位跑 这两只马 是肯定选去的马 幸运之神 你看到有田草的级数 过来这组 守住好位跑 又是有权爆赢你 所以 14 9号 都是你不能不拖的马 2号 2号 银河飞马 守住2排 2档 可以赚 这4个马 都是边线 然后再边线 慢慢的 特攻 可以吗? 华丽活力 可以吗? 还有快一步 我已经说了给你听 这场马 乱的 还要薄的 所以 临上看了一篇圈 看看费数 我又是暂时 这刻 应该会是华丽活力行头 看赔率 但脚方面太多了 我应该不会选择我们过关 第六场 三番2200米 这场马有很多马都不行 正常捕捉 应该有只 又说又笑 看看飞典神区会不会搞事 一号马 同舟共济 Luke DeVega 在外地叫Livey River 当时有朋友买的 你看看 他那一场追很厉害 而我觉得他有点 他不是很像他的全兄弟 那只叫做文坦怪杰 我和朋友说 这只马 有点偏小粒 但是 我来到香港 1100米左右 结果真的没看错 大概1100米 上场赢马 好像很难 但是 次但实意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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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 赢 赢 是for 赢 赢 赢 但他在香港上场跑2000米后有少少吃力 他忍着爆炸万步捉就可以了 我是担心他这个路程行不行 短直路爆成什么 一只未淹的马来的四岁 希望会继续进步 而且马房明显有另外一只包装风云 可以出这一场 但他不出 两只马都赢了12000米 这次再增程 看来他想凭个级数去赢人 排了一档 我就觉得拖脚稳定点 不要做胆 我怕他真的2200米不到 二号马三方菲伦 我都说了很多次 我看完他在当地 Kulmo送给我那段影片之后 我就说不可以买的 这只马鞋是有问题的 他虽然在Hampton Court 就跑第三 但第三名 其实他打得很厉害 而且他之前在二级 在冬帝錦标输给Hurken Lake Hurken Lake之后也很厉害 但他好像是一只没什么进步 因为很细 很细 很细 很窄 很窄 应该这么说 大概1,000一磅 但他应该会更轻一点 未适应香港 第一 第二 这只马真的不太好 所以我想 给他一些时间 适应一下 2200米当然没问题 但近方尚未行 三号马 西利哥 罗虎传马房 舍恩 马房很喜欢用他 因为斗志鲜明 通常都不拘捕你 你看到他2,000米就可以了 但上一场完全不够跑 慢步速也不够跑 之前赢了马 他赢了对手差点 你看 67分加上来 现在75分就不够跑 他赢了快益善 快益善 快益善是 输 是什么 早晚空了 就是这样 不够气 也可以说 那场马 步速不算快 但不知道快益善 但多多勇居 通常快步速才行 但厉害 就找对我的法力点 只是这样解释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不觉得他比他更好 快益善 而上一场同载同载共济 很明显不够同载共济跑 不过今次他的气量比他好 两匹马都是位置马 难赢的马 四号马天人合一 我很少可以介绍一些澳洲的长途马 这只纽西兰长途马 Tony Pike Arlington Gold 早就知道他是一只三班式赢的马 但打算初出那场未成功 所以排第四 还可以 结果黏地就赢了马 黏地赢完马之后连续两次都不行 但血统上足够长力 所以我放回第五算 因为很多马都不够长力 边线马 五号马狂没有派 但是我说了很多次和他主角说的位置 真的跑1800米 那千万米就赢了 接着我说这马应该更长 是Tavistock 他说是1600至2400 但是看下妈去到的 就不是去到那么长 应该去到1800至2000 2200米 可能不到的 平分上71分也有点浪 有点压力 所以选不了他 那场赢马在里面捐上来 时间不是很快 其他马停 罗马超级绿洲 你看回他在纽西兰打比的形状 纽西兰打比 第五名 在澳洲打比 第三名 玫瑰江坚尼 Roseal坚尼法 第四名 其实他的形状是真的不差的 坦白说 但是来到香港之后 看到毛病 他很喜欢在那儿看 一看到中点位 他就停了 你看 书前输给 星文明祭 炎短 输给 无限商机 被人跑掉了 然后 输给 Ener Trinkering Vernamie 也跑得很好 Ener Trinkering 就坏了 然后输给 Autumn Sun 其实他的形状真的不差 转了马房之后 就看到他好了很多 有各族兴趣 很明显看到他好 这次唯一担心 就是他禁不有气 话就说他到2400 但是三岁对着那些马 就OK了 但是 现在连长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 留得住呢 留得住 是否有骑到呢 这只会不会是 另外一只 事事好运 或是事事满意 用一盘明辉 我没有投入五选道 我选了天人合一 没有选到他 但是 头柱上 四龙彩要拖 全赛 我这只马 前一场跑谷草2200米 跑过第二名 回来 你看看 输给高尖远竹 但是他跑人有缸有缸 他在后面追上来 他会蚀的 你看看 看着你们吃 他根本是一只 平分好有优势 65分 好有优势的马 上场跑2000米 田草 不够了 转了马房之后 马不同了 但是跑谷草2200米 他真的不会掉 最少跑到四名 所以我想一想 这对手这么差 他拍个二档 收着好位跑的话 可以赢你 看看出击决心 我先马主带 斗志豪斯明 你在帮他找马 鱼马 有说有笑 这个路程有少少严长 他的均速在前面赚 虽然加了 我常说加眼罩好些 但是我说了一整季 然后他现在 跑到直马挤了 你才来加 这样 浪费了 没办法 现在去到64分 又要开始减分期 还有近方 我认为凹 所以 虽然前置 但是提供不到他 九号马 飞天神 那是巴西的大长途马 但是很小 一千磅不够 不知为什么会卖 这只马回来 在打比赢240 但是我说了 他不是那些马王级 不是那些用战神区 那类型 跑打比赢240 就完全输得很远 自随参与 那和电脑七号 再试货集 看到他就 騎下去 肯走 肯走了 好了些 路程没问题 平分也越来越有优势 但是马王的第二选择 好像难些 好像还没减9分 要适应一下 水箭龟 前置 一个 前置 莫雷拉奇 雷神的马 通常不拉 对前些 均速走 不能不拖 是这么简单 只是拖脚 不要做胆 平分没有优势 应该赢不到的马 就算下四班也好 很尺寸 很难赢的马 接着看到 菲伦串旺 说了很多次 这只马鸟 不聪明 是骗人的 这叫做Criminal Defense 他赢了一个粗脑碟 虽然赢了多巴先生和Cucaracha Cucaracha 只是打给赢 这两只 但是那场马是远地 说完了 没什么特别的 这只转王和菲伦 两只马鸟都看过 一看完之后 立刻说不要 结果又是那群人买 那群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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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闪耀 那一只马 我看过了 我看到马鸟有问题 所以才不买 所以呢 做马犯 做什么都好 做人都好 有时要有standard 不能为了交易 做什么 但如何都好 这只马 减减分才算 好了 看完牌位了 同州共济要拖 天年盒业要拖 西梨哥要拖 超级鹿州要拖 超级鹿州要拖 香港幼少 非天神区 水战龟 这些全部都拖 但是呢 脚很多 而我估计全材 我估计有8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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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比较多些 我建议不到 就是一条Q或T 但是我建议 可以考虑一下 WINPay 难赢的 但是脚有这么多 你看同州共济 西梨哥 天年盒14同彩 超级鹿州有权爆 其他有小前置 水战龟有位置 非天神区有位置 一担很多脚 所以不如就简单 WINPay算数 第七场三班千二米 这场马我在星期六赛前 跑完马之后 我已经交了稿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十匹马里 有4匹马减分2分 1匹马减分1分 2匹马加6分 1匹马加1分 另外2匹马 没有加减分 因为好幸好 心力不正 才俊就是优秀 所以在减分的马 或者减分的马 都是低一点的 但部速方面 应该会正常偏快 所以可能会 益到这2匹 精选威和有主意 而这2匹 在3匹马拍得好 3匹会赢的 所以2匹马都应该会扯飞 所以我选择半冷半行头 因为我先说是奇艺先锋 前一次 旋锋飞映 你预计他跑第2匹 我记得那天我是12拖24 喝到一条三红彩 3百多元 我记得 喝一胆两脚 因为是前置 奇艺先锋 好一点 留意一下 但他最近试一伙杂 A伙杂 800米杂 试得不错 还更加好 我觉得可以快一只鑽式 奥场快一秒 我觉得这匹马是好 而且黏了少少厚 用潘顿也会帮到手 但他在这一组里 不会贏 最多只差三重彩一脚 因为他应该是最快的 和好彩彩彩 2匹马精算威 早熟rich enough 但这匹马 连续两次都被动 我怕他追不及 你看 上线 二战两战 那场是慢步速 当然 他能够跑完二战两战 之后也跑到第二 还是第三 这匹 自然辉煌 也跑到赢了马 这种马 其实不差 他在里面都省了 今次是否要省了 才行 形势上他会适合跑 但肯不肯追 追多少 不知道 所以拖脚比较稳 后追 我常常觉得 难 等于一开球 你一开球的时候 你0比0 打和 通常买和是比较稳 因为不入球 就不入球 这些马后追 前面有什么事 扯了你 你追不到 而这匹 我觉得他评分加上来 有少少 阻力 但对手差的情况下 可以差 3号马很好彩彩 一只健康好有问题的马 三班不够跑 他是一只四班马 上年季尾 他健康的时候 就很好 好健康的时候 63分再赢 但之后 就割了马四正 这只马之前有脚患 所以随时又不肯跑 你看到他在重发市 试货书 标志未来 但他是很慢很慢时间的 货乘 那时是3月24号 这些功夫 粗完之后 你看 放缓 那些货书 不似有谷 似出来减分 4号马 这只是有主意 评分上我仍然有少少吃力 4班赢完之后 3班赢完之后 2场都不行 上一场遇到黏地 Swiss Ace 就当黎地跑 跑完智胜时机 智胜时机 那天他追不下 追不下 他这样赢 但之后就复出 第三名 天王交付也赢了 所以 formline是很强的 应该会野飞 但计算评分 我觉得 赢完之后 就没有了评分优势 第二 没有了湿地帮手 3班赢完之后 真的未必够跑 拖脚稳较 波尔多 Dandyman Dandyman 在香港最棒的 就叫做幸福指数 去场7月 禁标排第三 输给Tactical 但Tactical 我说明是两岁马 然后小碗尔 那是Minsal Minsal 好像坏了 但这也是好马 他不是输很远 但如果被我选 我一定不会推介 这些马 但是 金牌 麻烦 什么都可以买出 而这只马 我觉得一般 本身 本身觉得formline不强 因为我看完那些赛事之后 看完那些赛事之后 我又看过Live 我觉得一般 功夫上还未够 明明还可以试着货集 这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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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不多 所以我给他一些时间 六个马 中身味 Astack Parade 说了很多次 当时我跟马主说 你不要买 那只假的 他问我为什么假我 这场是小 第二场高纲 表列赛 不厉害的 之前输给那些马 Number Valley 和Edward Hopper 完全都不厉害的 再看回他之后 赢了一场处女马赛 在Leopold 赢了 在Tipperty 那里赢 也输 他是在三岁方 选弱组去跑 那类型的马 魔仔 买回来的 我当时建议不要买 我不管你几分 也好 我不建议买 结果来到香港 我已经跑了很多场 近而没威胁 今年越来越好 64分近过一下 68分近过一下 都是前置去赚 今次 排了一个四档 莫雷拉 应该会惹点票 我觉得他不会够 134都未必够跑 他在前面赚 看看能不能赚到位置 四庸才回来 但是这些马 过热的 我宁愿不选择他 七号马才进 我和马主 姓周 其中一个软油 我跟他说过 在Facebook 我说 不好意思 我找不到他 因为我留不到现 我被人禁锁了现 但他的马 状态明显不够 在这场出彩前 他这集很牵强 不要以为聂 我在这些试集的片里 说过 很明显地 不是去年那一款 但最近在试集中 又肯走回 肯走回 肯走回 好一点 但是好一点 是未够的 在三番始终未证明过 但是有各族的兴趣 力量好一点 跑完这场之后 会好一点 那么 金场马 有快马 他应该可以 追一段仔 但如果没有猜错 周俊落来的 狗档 他应该会逃出外面 去蝕 跑回来第四 第五 击死你 所以 投注方面 我宁愿选择这只 就没有选择中身 因为这只应该好分一点 但是两只马 都是边线四龙脚 包马越跑得归了队之后 不觉得这只马 第二 他跑第二名的时候 我有说明 他在重发货集 明显肯走 有走势 力水好的 但是 之后 不知道去到这场 还是这场 阿韦是要选择的 然后我就说 喂 状态明显下了 他说是呀 我说是呀 明显下了 希望帮他省到钱 转了马房之后 都不觉得有起色 本身这只马有点 谷爆了 第一 第二 好像是锐气过了 连续三次都大难本身份 今次差两分 输了今场减三分 就刚好 下四班才算 九个马有心有刑 反而我选择这只 我始终都觉得这只马 不是留到这么后跑的马 是跟前少少跑的马 你看看他贵来 跑了五次这个路程 只有一次跑来七名 但那次排十二档 少有后复出 状态不够 随便和你跑 但是跑这个路程贵来 是一个win 三个play 很准的 前置又得 后追又得 今次明显 你见到 精算威和有主意 我估计他怎么也有九倍 今次我估计 始终上班 第一 第二 这些马应该斜飞 我觉得这只马应该有分头 所以我建议到winplay 这只马有可能是难赢的 但轻磅 守住好位跑 我觉得他有权偷鸡 看看本明辉怎么发挥 齐天大声 all too hard 塞地会好一点 好过正常场地 所以上次他跑了第五名 回来的 那一场我有一盒 三二二二三 那天我提示上有提示 说这只马 你拖回四龙踩一脚 有权追一段 结果真是追一段 没什么特别 但他追了一段 下班才算 好了 有几只马一条选 精算威有主意一条选 之后就是奇艺先锋 我觉得奇艺先锋比这只有主意 有主意 有主意跑三班 去到这个评分 有点健进了 在边线 就是财进 中心比例 真的是四重彩脚 要赢的 我觉得是精算威 其实是先锋 和有心有盈 这三个 但如果赌WIN PLAY 我会建议有心有盈 我想星期三 真的是WIN PLAY 为主 QT不容易玩 第八场 四班1650米 这场马的捕捉一定满意会快 足球飞度快 快一点 我想应该是一个慢捕捉的赛事 可能中段要踩油 因为马包装风云 上次跑千百米 赢得这么好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以为在等一千百米 等增程跑二千二百米 所以缩回来 我觉得是有点私线的 跑完之后 气管有点血 但上次他只有他一只 花别人半秒以上 越走越厉害 根本他是搞定 搞定 搞定了一些东西 现在开始适应了 但他上场赢的对手 不算很强 今次是顶磅 他其实已经重了很多 1065磅 他来香港之前一千磅 所以 马开始适应了 开始来了 但是缩程不是好事 排六当 跟前些不知会不会好些 不过这只马真的 开始准备了 不排除可以赢得 但不会拿来走投 始终我觉得他增程可能更好些 对手方面也是多 排重 顶磅 有压力 但是Q 他斗志好鲜明 一定 一定博 以及沈达成马防 整手马配合而来 看了头几场之后 你就会知道 这只马应不应该赢得 但是不会看到 WIN PLAY 要马 这只海刀才子 你看到上一场 回来不多 其实他没有 被人彈掉了 不算很好 但是他能够跟着三四位跑 以及在彎位踩 希望沈达尧懂得这样跑 我就觉得他是一匹四重彩 三重彩 四重彩 这个平分难赢 他仍然是健康的 但是平分 气力 好像下了点 三号马 噴火龙 这只马 他转马防之后还没得过 只是初出那场 万步足赚 而贵来赢马一场 也不算很特别 那场马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 看到他最近期是复杂 没什么让你看到 但是看到他体力上就OK 狀态上不一样 平分有优势 但是好像还要适应一下 好像要调整一下 不是适应一下 赢进天下 连续两次跑也好 希威心跑了两次 今次还半刀 是潘顿 好了 上场紧紧输 回来输给弱名糕糕 没办法 你那天 派档也好 补处也好 什么都好 但是回货 3月16日之后就没再跑 但潘顿和他试一试 这货集很轻松 很轻松 进步了 赢了是这只来的 看看会不会进步 因为潘顿很聪明的 跑马很精灵的 懂得彎位踩 其他骑士就会 就着 所以看看会怎么跑 就像他昨天 那只 上次星期六那天 有一只泥地马 在奈兰 那只叫什么名字 醒不起点 现在是什么事 失忆 即是他要放头 他要胜 他在奈兰 就可以引水纸 即是那些马 不撑他 不烧他 那都可以 那些人宁愿三碟 现在人们很就着他来跑 所以 他这场马 应该有权 可以在弯位查优移 而赢马 算马 是可以争 五号马 一样满意 再说一次 他前一场过第二名 一点都不聪明 非常绝对 很慢 所以 头二名也是 靠慢步速去赢 后面那一场马 反而很棒 所以 我就觉得 在 这个 草地 难点 属于十二当 希望他积极些 对前去燃 有个正常步速 会好些 路马 继续 音声 帕华仔 下线 草地 也没问题 1400 1600 1800 他迷人到2100 跑这个路程 当然没问题 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 千二跳上来 1600 没了潘顿 没了杨明良 用了田太安 有没有摸过 没有摸过 但是 你见到他近方 他是不是都追了段仔 就是得段仔力 要发挥得很好才行 但是对手不强之下 有权可以欠到四重彩脚 如果投着马帝 或四重彩脚 包马肯运飞 不是这只 澳龙区 连赢了三场 连续六场 进入了前三名 上场赢得很敏 但是赢得很敏 赢得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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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和那一只中彩脚 是一起彈出后面的马 所以他评分上 是不是还有优势呢 我不敢说 因为他上了班 加上分 我有点点担心 他现在吃力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 我应该放在贴士上 但是我估计 他始终近方那么厉害 用班得利 我觉得如果他赢得的话 或者潘顿 或者大骑士 没理由不骑 赢得很敏 但是这次用班得利 跑会如何 我有点点担心他的发挥 还有 好像他是在谷草的短直路 五班就够了 四班 我怕爆发力不够 真是聪明一点 我没放在他头五选 但是头转马梯 我一定会兼顾 我之前说过 这部门不是留着来跑 是看以前 跟前跑的 他是守着好位和你跑 特别聪明的 所以上一场 他控制了慢步足 以前是跟前跟好位跑的 这次没有了摩雷拉 又说加利 我只选他一个原因 太聪明了 又可以前置 跟好位跑 加利没问题 加利是聪明的 是骑士 你当是国能就可以了 最近是试集 仍然很肯走 很好走势 我觉得在这一组中 可以争取WIN 明知 这次赢尽连争后追 包装风云炎短 不如找一只幸运飞弹 用云加利可能有7倍 就是这么简单 马防肯定有马配合而来 九个马 准水准水了 减分就过了 但是好像真的 想继续帮他减分 我就觉得这只马 本身不聪明 第一 三班马 但是很飘忽 不知道哪一场他肯跑 近来看见他 开始肯走 但是 跑谷草 好像没有填草 那么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所以 投注四容赛的朋友 填草 特别是 一定要长期拖住 他突然跑 突然肯走的马 10号马 穿翹飞到 如果用年轻的话 我会害怕 因为没有捕捉 但是这只马 通常都是季初 以及到季尾 开始近 季初是特别好的 48分 现在到了44分 当然有少少着水 但是八岁老马 很明显 退快了些 大前章 排这个路程 排十一档 排第二名 那场马是超级无足 超级无足 超级无足 1分18秒96 是六七班时间 如果是超级无足 这样 回来走掉了 都可以被爆谷追过来 就真的不聪明了 那场马是他赚了 没足够 回来 人家被爆个22秒13 22秒68 你慢到这样 都只是爆个22秒68 对于这组马 不够爆 不够跑 十一号马 迎家辉 马房真的弱势 很多马都跑不回 排好档 跟前了 跑得近 然后 贵来有几次跑得近 令到你会觉得 不是 有些平分优势 大家都知道 排十一档 这次会不会跟到前 会不会守住三四位二叠 还是被人顶在三叠 还是十一档 留在落包尾 我估计是落包尾 所以减不到他 减三分落 12号马节报 虽然跑这个路程 曾经跑过一个快时间 但香港跑了19次 只有两个位置 包括上一场落五班 但我常常说 他慢步速也可以 慢步速 鬥爆一段 他有些走势 但他要靠别人停 别人停的时候 你会看见他很厉害 但其实爆他23秒35 一点都不厉害 你特别看他如势 好像很厉害 越追越厉害 其他马停 那次跑第三次 我已经说了 我说其他马是停 其他马是停 所以他追下去好像很厉害 排了一个一档 那么快又跑 真的不知道他想如何 是否想减分 还是用轮仔拼命 我觉得不太相似 好了 看完小马 刚才说了 海盗才子 噴火龙 世俗陰星 奥隆区 这些都是边线 你四龙彩 MATI一定要拖的 但是 赢晋天下真是合适的 不能不选 幸运飞弹 仍然有少少平分优势 和可以前置些 也是要选 奥隆区我怕 怕他现在的爆发力 跑四班 不够爆 包装风云明显 很短 但是呢 其实他跑1650米 不是输得很远 你特别看 之前跑1650米 不是输得很远 但是那时候的爆发力 那时候的状态 没有现在那么好 所以现在 虽然交了70分 但是上场七人 很轻松 明显地的马 莫瑞拉和他摸了几货 16号也摸了货 希望这只马 真的够贏 但是我自己引入的马 通常都不在首选 而这只马 我本身希望他 是三班以上的马 初出那场 赢得很好 但来到香港 真的未完全适应 但已经开始适应了 好像威威斗士 希望他一直有好成绩 而这只马 我估计到时会热门 因为过了几关之后 看到深入城马 有首映 我想他应该会 剩下三十五元左右 或者四十多元 所以我就不放在首选 纯粹这个原因 但是这只马 是有权赢的 记住 那来到 尾场 三班1650米 这场马 步速好像只有赤马 红封快 加州时间会不会快 其他马都不快 我预计一个慢步速 要弯位踩 正好 包装大奖 而且包装大奖 就是斗志先鸣 而且用田腔 一定跟你跑 大热门 应该走不走 所以我不如 搏下一些好分点的马 一号马 这只天字怪合先 虽然能够跟前些好位 但1650米真的厌短 这只马 1800 2000 2400 1650米 真的不是最佳路程 来地1650米 可能偷到鸡 但上场来地1800米 如果不是何宅 要跑到这样 应该有位置 击得我死 被本顾同杀了 击得咬血 但如何都好 这场炎短 除非能够守住23分 因为没有捕捉 否则应该难些 通常去到季中季季 短段减分 去到夏天鬼赛出击 所以我就宁愿 拼他不在 二号马幸福至上 硬拼他跑打比 跑完打比之后 就重新再做过 他之前赢马赢的路程 时间姿态都非常好 包美追上来赢 当时差22分 赢的对手赢百姓名居 郭妙青二进 三班了 但他赢得很轻松 那场马 晚步速之后 可以这样爆赢 以为很厉害 结果一般 从化四火集 肯走 但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好 马方面 我觉得评分有优势 但近方 我觉得他还差一点 虽然马防有手影 但这只跟陈家喜 我不太相信 这只马可能需要 一些硬正少少 后劲的騎士 而这个 应该不是陈家喜 能够做到的事情 三号马黑徒火箭 跑打比那场真是发挥得差 其实他应该上前烧人 但他没有烧到 被人骂 我一听到朋友跟我说 但怎样都好 3月20日之后 就没有再跑 但最近是市场 蝕欣和人试试得很轻松 很轻松 因为对手差 但他曾经跑过这个路程 跑过谷草 当时是四名 跑二班 二班是什么对手呢 当时是输给美丽同享 气晋区 和电讯巴打 但他跑赢 宽一复升 那些 后追追上来的勢 是不差的 当时是没有眼罩 记住 状态未够 没有眼罩 都肯追追上来 追过宽一复升 那些 蝕着追 所以这款马 是能力上的 当然没问题 加上眼罩 明显好很多 十一档 是这件事 宇文放下第二选 但是十一档 估计他应该留到很厚 不会跟前 所以就放下第三选 对手差 四个马 宽乐仲 这些也是 用来填之签的马 Number Valley 一点都不太好 一只马 不知为什么 定榜赛给83分 我觉得很疯狂 对手不算很强 但怎么也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 马对手不太好 他自己本身表现也不太好 来到香港就是头那一场 慢步速地赚回来 之后两场都不可以 初把谷草会好 但明显是状态未够 要减慢分 要减慢分 五号马 赤马鸿峰 你打算他要慢步速地赚回来 赚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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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吧 结果呢 越赢越有 季乐已经赢了四场 上年有五班 上年有五班 三场 今年又赢了四场 总共赢了七场 这只马真的挺厉害的 可以赢了这么多 但评分真的差不多了吧 还要用周俊乐 周俊乐牌外挡会怎么样 会不会和你 上其自然地跑 我怕他会这样 所以我放回第五选 因为前置 是这么简单 不会做马胆的 这些 好事 几吃力 这些对手 真的实质了很多 现在的对手 六号马包装大奖 彎位踩也行 跟好位跑也行 三叠也行 黏地也行 金管未见完的马 本身都估计他今年是90分 赢了五场 现在赢了两场 当打一个八折 72分 现在都71分 即还有一场投马 所以 李英是一只 会惹飞的马 还有排三档 明显两场都赢得超级 今次对手也不算特别强 正常来说可以再赢多一场 但是看三档如何发挥 看赔率 都说了 我引入的马 通常都不会放在假选 第七号马 健康在网跑的fit 69分也有少少平分优势 看下67分的时候 他就跑第二名 但是 他是速雷跑一场 那一场马 是和别人斗到一兵一桌 那时 斗输给白色铭区 跟着好位跑 今次排了一个一档 今次不是巴道 又是马牙 斗志鲜明 看看他跑得如何 看看他能不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准 如果发挥出最佳水准的话 他就能够差到位置 唯一担心就是他 跑不跑得回 他就很飘忽 所以我想 遲些 不过在这一组里 对手差 可以差个三四龙彩脚 白鹿马竞区 跟健康在网差不多 但健康在网在三斌 可以差的位置 但竞区以前在三斌 是不够跑的 他是不争的 下班才跟你跑 但今年好像马老了些 他又随便跟你拼 香港的马的水准是低了 现在在三斌 都近了 未来二三四名 再之前 在1600和13斌 都可以跑到第三名 上一场跑了田草 没什么快马 守着好位跑 他赚了 不算很突出 但起码肯肯跟你先跑 莫雷拉 莫雷拉跟他跑两次 一个win 一个第二名 以前跟他跑 就没跑过 但明显地 他是博杀的 我没有选择下去 我宁愿选择健康在目 比他更好 排一档 排八档 我怕他追不赢 但两匹马差不多 四龙彩脚 来的 九号马厌厌完碎 我就拼这只行头 因为应该用潘顿 不会玩吧 我为什么这么说 他怎样做到一七磅 他明显地做绑来跟你跑 应该是 虚广来跟你跑 应该不是说玩 他愉快步速比慢步速 但慢步速的话 他也会追一段 谁都肯追一段 上一场不够 就让你爆 也追不到变数 因为慢步速 但他自己爆 做的时间也不算太差 23.79 其实算死数 在这组度他不够贏 但是我在计算中间会不会是宽乐仲 或者是加州时加 踩快了 会帮到少少手 还有潘顿肯给你做这个绑 我一定不会建议做 不会倒哪匹的 但是呢 我记住是夹码找他走 首号马加州时加 仍然对这只卖有偏见 澳洲方法很容易计 他填了这场马 他是赚了慢步速的 在外国的方 一点都不太好 跑七次 两分两匹 赚远地 赚在高伯和克克克 赚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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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 我认为要再进步一点才行 最好就是减少两分下班才行 跑1400或1600会好一点 首号马中城区 跑1600或1800都好 整天跑四班都不够跑 差一点 因为他均足没有爆发力 但始终跑六场 他也跑得很近 中心准成 但是跑三班不够跑 所以差过一分 现在跑第二名 加了两分上来 正正经经的 搞完那一分 下班就好一点 上班真的不够跑 他在内地跑 轻松赢出 赢能不能能 但很慢时间 这只马 状态仍然很健康 但平均没有优势 跑二档 除非在里面很赚 如果不是 就应该难一点 计算能力方面 他好像真的下班会好一点 看完这些组马 很明显 前置马 中城区 赤马洪峰 宽乐总 但是 没什么特别很快 看会不会有哪只留不住 特别是黑桃火箭派 撒了一档 会不会突然在前面走去市集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跑 估计会有些马在弯位踩 健康在望和竞区 和艳艳元帅 其实三只都是三班 和艾治马 我硬找艳艳元帅行头 明显好一点 包装大象 很明显 但是1650米真的严短 和艳艳元帅 和包装峰围一样 跑千百米好一点 甚至长一点 但是没办法 路程是这样 得到1650米 如果要我选择 我选择 念艳元帅 包装大象 这两只 明显好一点 是很重要的 好了 来到这个练马斯分场表 分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 好了 这样 这样好一点 好 看完了 蔡汉汉马房 金光复星位置 这只也是过游极 位置 艳艳元帅有权 看看林长有部速如何 罗虎全马房 三生好运 翡翠凤凤凰 两只马都近方不差 但是位置马 风筝四重彩脚 华力活力要进步 但是有权赢 有权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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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东尼马房 甲苑和华美复星 好像不是最好的时候 若外高飞也是差一点 电路7号格沙 不能选择 超级六周 能力上一定比天人合一 但两只马都是边线马 其他马都一样 中身美丽最多是赢 尼建威马房 自力更生有权 差Q 赢就应该不一定到他 但对手不太好 精算威 全日最好这两只 沈站成马房 低游大师 边线 健康心灵 边线 财俊也是边线 横屋至上也是边线 明显好一点 同舟共济 这只马可能嫌长 包装风云嫌短 南双之光 这只马我觉得赢面是挺好的 我想会有赔率 方家炮马房 赤子红森四龙彩脚 王者之鱼四龙彩脚 大纯威也是 黑桃火箭和幸运之神可以欠位置 遥本辉马房出三只 我觉得两只王牌马好一点 極速奔驰和海盗才子 都是位置马 希斯马房的四件 赤马鸿峰 特弓 银絲大将位置马 31场 赢得他的位置 今年赢得50场 熔天炮马房 澳龙区 梁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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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预期的进步 但怕追不及 我观望态度 狂武派拉长了 我觉得难些 太长了 现在变成 毁达马房 勝出魅力 对行之神位置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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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的马 是赢尽天下 丁冠浩马房 银河飞马位置 骑士先锋位置 四层三四重彩脚 创建群英 你拖回四重彩脚 因为前一场放得不错 文家良马房 赢尽自在 边线马 赢尽香港拖回四重彩脚 但不太像 赢尔马房 世纪之威 快博要拖 超级英雄有权 竞区有位置 幸运飞弹也有权 苏维尔马房 合科联谷位置 主席位置 令裁三四重彩脚 有港友小四重彩脚 天池贵合四重彩脚 苏维尼德马房 急要置身位置 这个评分难赢 转式奥场会停 这两只水钱贵好一点 但都是边线马 健康在望 和噴火龙四重彩脚 叶昌马房 一招成命 这只马要拖回四重彩 晋神 三四重彩脚 有心有盈和全彩 全日最好 但如果你考虑过关 可以考虑一下 167场 三只马都可以爭 但这个马房的马很难倒 高白新 三只马都不可以 封职多彩要留意走势 随以石马房 玉树林峰可以爭下四重彩脚 苏保隆马房 快一步好一点 郑春美马房出一只 原份会爭 会拼 赢不赢看一看 美长何良出一只 包装大奖斗志好鲜明 但是 我觉得开始严短了 但希望他能够 跑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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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救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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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